關公權力的信部署 OK 那我先 我今天的發言會比前面幾位稍微短 信部署這個我會講一下 等一下解釋 我的發言比前面三位會稍微短一點 而且因為有些歷史脈絡 他們都已經做了一些鋪陳 我就不再 我就有點就跌著他們的鋪陳 繼續講下去 所以我發言更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是在1990年代的歷史脈絡裡面 談談學術和社運與社會運動 給我的研究深刻啟發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將回顧歷史 就我的博士論文研究 談談台灣戰後冷戰 就是國共對治時期的時候 對性的歸訓 以及對男同性戀次文化的管制 那麼在最後一部分呢 我將提及我新的研究方向 也就是對當下台灣主流女性主義 所建立的 剛剛何老師有談的 就是新的性道德秩序 對這個新的性道德秩序提出一些 觀察與反思 那我將透過這三個部分的敘事來說明 台灣公權力和性部署的關係 那麼二要來說呢 這個公權力是上層對下層的管理和歸訓 例如舉例來說 例如舉例來說 就像是一個政權對不同人口群的統治和管理 那麼這番接續 接續式的作用 當然有其深刻的性別意涵 所以呢 這裡的公這個字 不但有著傳統父母的印記 在女性主義在性別主流之後 性別主流化之後 進入體制內行使的權力也相牽在其中 而我今天所要揭示的是 性這個東西 或性這個我們想像的 是性的種種的慾望 包含中國慾望的這個東西 是如何透過公權力 出入規範管制的運作和配置 而被部署於台灣的社會文化裡 部署 就像軍隊像在部署安排一樣 那我在大學籌學的時期 也是台灣社會蓬勃運動發展的時期 而當時文化研究跟性別研究 同志研究 也都剛剛在那個時候 對台灣生根萌芽 那當時對一個對性別議題 和文化政治有興趣的大學生 整個台灣 整個北台灣的風氣 可以說是非常令人振奮的 那我當了何老師兩年的學生 各位剛剛看到何老師 可以想見我當時 是多麼被這種 正面性的女性主義思想所影響 那上課 下課只要是上課 下課有時沒事呢 就去部女新知 找王萍還有丁南菲 找他們貨 所以他們 對就是玩的時候也帶著我玩 所以 我大師 我的年少親房的 活得非常精彩 因為這些 因為這些怪女人 OK 然後呢 我在研究博士的那個過程中 因為我在英國念書 那是一直 在做到 在這個過程中 做到這個 中央性別研究室的 滋養跟呵護 無論是我們研究室 如果大家有機會到台灣來 歡迎來 來我們那邊玩 無論是研究室本身 最不自視的一種 舒服研究環境 還是當時 研究師舉辦的 所謂我們稱 簡稱為四性 對